小新好不容易买了一套高级小西装 没想到刚回家没三分钟就被自己给霍霍了 那么小新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周末这天小新很不情愿陪美牙去逛商场 美牙告诉她今天可是要给你买高级小西装 小新好奇这和我的番茄小套装有什么不一样 美牙表示那当然不一样 这是适合穿去高贵有品味的地方 小新询问我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还能去到这么好的地方 为了保住30年的老脸 美牙赶紧撒腿开溜 很快来到商场 不出所料他们又来到特价区 小新一眼就看中一旁的模特 接着走过去仔细端向一帆 然后 母子俩继续挑选衣服 小新自己挑选了一件 美牙告诉她太贵了不行 就在这时导购员过来直夸这件衣服很适合马铃薯头 尴尬的导购员有点尴尬 可为了今天能顺利拿下这对母子 她也只能低头哈腰微笑 直夸这颗马铃薯头好可爱 年纪轻轻上幼稚园就这么成熟这么聪明 而且还长得这么帅 小新直言话虽如此 但自己被一个欧巴桑夸也高兴不起来 导购员把目标转移到美牙身上 开始介绍这件衣服是高级名牌货 是最近最抢手的一件衣服几乎大家都有买 比如三丁目的小智和风亭的小达 小新附和说到是不是那个喜欢踢足球的小达 导购员点头就说是 随后美牙挑选了一件便宜货 导购员表示两件衣服品质差太多了 最好从小就让孩子穿好的衣服 将来长大才能成为高格调的人 小新询问你从小就开始穿好的衣服吗 导购员又点头说是 原来有就这样了 而此时的导购员已经被气得在更衣室大哭不止 随后美牙又挑选了一件小西装 说着就让小新试穿看看 不料这小子居然当场开脱 美牙很是无语真是服了这个傻儿子 很快小新试穿完成 衣服尺寸很合身 更重要的是那该死的气质顿时拉满 小新已经预感到无数的大姐姐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 说着就赶忙跑去姚妹 晚上回到家 小新也不舍得脱掉新衣服 在美牙的警告之下 这小子还做死贫嘴 不出意外这母子俩又开始一场追逐大战 结果一个不小心新衣服就成就衣服了 这绝对是小新让人最讨厌的一集 全家人去参加丧礼 小新经现各种骚操作差点闹翻天 那么小新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也愿意加去参加丧礼 看到小新一路闹头 美牙提醒她今天是去参加丧礼 一定要安分一点 小新点头就说没问题 很快来到现场 美牙不知道这种场合 宋前是该说什么比较好 广志立马教她一句 那就说今天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然后含含糊糊的不就混过去了吧 而此时背后的小新已经学会了 紧接着美牙就按照广志教的话说了一遍 今天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然后就含含糊糊的给她混过去 混过去 尴尬的美牙赶紧将这小子抱走 随后丧礼正式开始 看到去世的老爷爷居然也是一颗马铃薯头 美牙一脸震惊 一旁的小新觉得一点也不好玩 这时看到三位高僧走出来 接着全体人员听高僧念经 小新却误以为这是在唱歌好难听 这样子的话客人就没办法开心起来 小新环顾四周 眼看所有人都面无表情 于是便决定要活跃气氛 接着偷偷来到和尚身后夺过木锤 告诉他们这样可不行 当即就要演奏一首有活力的歌曲 我的师父给你们看 小新 不出意外小新头顶一记大包 还在寻思自己哪里做错了 此时一旁的广志居然在呼呼大睡 美牙怎么也叫不醒她 小新表示这点小事包在她身上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广志美牙因为腿麻了而坐立难安 可现在突然离开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拜托小新去上个厕所 小新勉为其难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不约而同伸出双手 美牙眼疾手快先抱走小新 双腿发麻慢慢走了出去 而此时的广志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这时她看着前面 才发现脚麻的人不只有她一个 瞬间心里平衡了许多 这时小新回来 无意间踩到广志发麻的脚 结果 在小新的神助攻下 场面瞬间一片混乱 接着就是家人要做最后的告别 然而此时美牙却不见小新人影 没想到这小子又在里面敲着木鱼 一番闹腾之下 广志和美牙赶紧抱起小新不停道歉 然而老奶奶却叫他们别放在心上 因为老爷爷生前最喜欢热闹 说不定小新这番操作会让她更加高兴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松板老师去小新家 居然趁美牙不再对小新做出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天幼稚园的娃娃车发生故障 齐勇老师又因为感冒请假 而且还联系不上美牙 所以本来要赶去联系的松板老师不得不亲自送小新回家 然而这小子却不忘一路搭讪大姐姐 为了赶时间 松板老师只能抱着小新开足玛丽飞奔 可回去后却发现美牙不在家 接着把小新送入屋内准备离去之时 美牙买的快递刚好送到 然而是获到付款的方式 松板老师只能掏空腰包先垫上七千块 所以现在不得不等美牙回来拿到钱后再去联谊 接着小新便把松板老师请进屋里坐 然后还特地去准备红茶 听到此话小新赶忙进屋把广汁的养酒拿了出来 接着小新便立马过去调配 很快就弄好出来让松板自行安排 然后就先去换衣服 看到小新这副表情 松板老师连忙改口夸赞 这是小新亲自做的 肯定非常好喝 接着就喝上一小口 可喝着喝着松板老师不知不觉就上瘾了 一杯接着一杯不停下肚 过了一会随着小新穿好衣服出来 松板老师已经喝完一壶整个人都上头了 真的一提要吃点什么吗 不用多费心了 如果你这么有心 我看就还是吃鱼下吧 热情的小新健壮就去厨房找吃的 可家里就只剩仙辈还有巧克力吧 配体棒 有晕吗 我超喜欢的 好 那就来玩配体游戏吧 这可把小新给吓了一跳 可没来得及逃脱就被松板老师给强行安排上 小新侥幸逃过一劫后 立马提议换别的游戏 可话音刚落又再次被安排上 这次松板老师把小新看成是今天连一的大帅哥 顿时就无法自拔 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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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跳 跳 跳 安泉